我覺得 因為我有看一下那個影片 那影片的話就是 他的距離可能比較偏近一點 但是因為那個看起來球是非常的直線 然後非常的精準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有一點點難度在 對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 就是多四幾次應該是會成功 還是要有一點點手感 而且是他是過了好幾支蠟燭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有一點點難度 而且要非常的精準 對 因為有可能我們做出來的狀態 可能是有點偏調 或是偏 就是差一點點 然後不會那麼的直線 就是對著這麼齊 因為他那個的狀態 感覺是球是比較直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力道的控制 就是是還好 反而是那個方向性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難 像之前他們可能有做那種 像比較遠的發球的進球筒 或什麼 那個我覺得可能會更難 但這個的話我覺得是 一般人應該可以玩玩看 就是有可能會成功